会来啊 与人生顶飞的黎月岗相比 这里清静许多 清闲 却也有节日氛围 一路过来 我看见村中老人准备饭时 孩童学边削灯 真是怀念啊 像是黎月初见时的景象 那时候 成年人大多忙于备战或建设 老人和孩童 也是这样互相扶持观照 过着简朴祥和的生活 确实辛苦 不过黎月人骨子里坚韧乐观 日子过得再辛苦 前进的脚步也从未停下 古时 清策庄曾受到痴的侵扰 平定至今已有数千年 千年里人们建起房屋 播种良田 历经许久 总算有了今日这番景象 吃死后 其身躯化作山岩和流水 这样的传说 这样的传说我也听过 浪漫的传说 可惜 并不服食 威严触千代 清泉流万载 人们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靠的是辛勤劳作的双手 清策庄山青水绿 田径宜人 是不可多得的灵秀之地 对了 清策庄的居民送了我新鲜竹笋 等回到黎月港 可以拿去做成印记菜品 这个季节的主损 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谢谢大家